就是这一台推车 突然砸进医院护理站内 所有护理师被吓到尖叫 这波攻击首当其冲的 就是诚信护理师 幸好推车先被电脑荧幕挡下 缓冲力道 否则后果不堪受想 快一点的时间 就是我很长期失眠 然后就是在遇到 这种类似病人的时候 其实我会开始心悸啊 回想事发后这一年来 内心依然恐惧 对砸车男子提告 但宜兰地院一审判决 结果他十分不满 他怎么有办法 就是这么有逻辑性的 就是讲出可以 就是可以开脱的话 非常不能接受 那因为一定会被攻击 已经是蛮可怕的事情了 但是居然连法律都保护不了我们 法律没有办法 给我们一个公道 宜兰地院法官认为 这名杂推车的男子 经过精神见地之后 有思觉失调 甚至犯案当下 仍处于情绪激动 甚至幻听的状态 判他无罪 但诚信护理师认为 男子在行为当下 是有辨识能力的 不满判决结果 上诉高院二审开庭 辩护律师认为 男子有幻听状况 就该判无罪 不过护理师反驳 善良公民是低等的吗 若嫌犯不行使 监护权不用道歉 谁还当护理人员 除非法院再有明显的证据 跟医疗上的一个支持 说这个建议是不可裁 那不然的话 法院还是必须要尊重专业 到底该判无罪 还是有罪 高院判决结果 22号将出炉 护理师盼望 能还给他们一个公道 据林医生台北报导